正仙輪胎 是不是覺得有點熟悉 有點陌生呢 其實正仙輪胎就是 我們現在都知道的 馬吉斯輪胎 我自己從開始騎車玩車 不管是家裡的車 一般的街道用車 還是我們去賽車場 練習啦 比賽所使用的改裝車 其實真的用過很多 馬吉斯系列的產品了 前陣子因為我們要做它的測試影片 在這個過程中 跟官方人員有比較多的互動 跟他們拿資料啦 詢問一些數據跟細節 然後我才突然想到 因為我們常常跟大家講 輪胎呢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機敏 講究數據科學的金屋產業 但是 我好像從來沒有馬吉斯的工廠看過 那萬一實際上它的工廠 跟我們講是不一樣的 那不就變成我欺騙大家了嗎 所以 前陣子我們在做完測試影片之後 我就跟官方人員說 可不可以找個機會安排我 來工廠看一下 我不會去拍那些太過機密的地方 但是我真的很想了解一條輪胎 是怎麼樣從 提案 研究 開發 到製造 最後上市 沒想到他們非常大方說 OK 如果你要來的話 什麼都給你看 研發中心啦 實驗室啦 生產線 甚至他們的測試中心 通通都可以看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來到了 馬吉斯 位於斗六呢 還有彰化的廠房 而且他們還特別安排了一位 過去長時間喔 在日本知名車廠擔任了 車輪開發人員 那這兩年加入了 馬吉斯團隊 對他們的研發 製造生產呢 都有很大貢獻的日級顧問 石井先生 大家好 今天就要麻煩石井先生了 前進台 邀請 這裡很重要的機密 所以 普通 你們 都不可以展示 但是 今天 我想要特別 提供的廠房業 所以 我會介紹你 好 再麻煩你了 我最喜歡人家說 歡迎來看我們沒有機密 他要給我們看的我們會看 他不給我們看的 他也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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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球不上身 再講求效果 絲絲保乾 這件顧問 我覺得我們是來錯地方了 這邊看起來 很不像輪胎場的內部 而且 你為什麼要穿白袍 剛才門口我就想要問了 為什麼要穿白袍 嗯 那 這裡是 材料 特別是 物質 和配合 研究 所以 非常漂亮的空氣 在環境中 工作 所以 所以 我們要穿 實驗符 了解 對 詳細的事 是 材料的担当 OK 我想問一下 你們為什麼會有需要這樣的廠 不是把那個橡膠倒進去成型就好了嗎 嗯 一般消費者對我們輪胎的認識 然後都是已經我們已經完成的 且市售的產品 嗯 那我們這邊主要負責的工作啊 就是最初的配方的開始 嗯 那我們會根據輪胎的特性 去 試驗跟研究 然後找出最佳的組合 當然最早期我們會經過 反覆的嘗試 然後會盡量多測試很多的材料 調整我們的配方 那現在我們已經有龐大的資料庫 還有豐富的經驗 所以 如果有提案的設計到我們這邊來 根據每條輪胎的特性 我們會選擇合式的配方 去做配方的調配 但是這個過程啊 大概要多久 我們開發的歷程大概 會於客戶跟車廠的一些要求 會有不同 但是我們如果一個新款的輪胎啊 從無到有 我們大概會歷行兩年的時間 要兩年喔 才會把我們這個產品 謹慎的交到消費者 我想說有一些說新的新輪胎 大概其實內容都一樣 是那個胎文換一下而已 所以都是全部重新開發的 對 所以照這樣子講不得了耶 你很珍貴 因為車廠如果他開發新車 要專用輪胎的話 他兩年前就要告訴你了 對 正常來說程序是真的 所以接下來市面上 讓什麼新車問他 哈哈哈哈 因為是鏡子的事情 我覺得越要去做 對吧 顧問 你帶我來這個 不能攝影不能拍照的地方 應該是有點機密喔 後面這台機器 有什麼特別之處 介紹一下 這台機器 這台機器 是 這台機器 這台機器 有様々的條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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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機器 但是 它特別帶我們來到這邊 它是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嗎 這台機器 這台機器 它可以 藉由控制 輪胎的 荷重 速度 懷夷腳 側傾腳 來模擬輪胎 在轉彎條件下的抓地力 所以 有了這一台機器 理論上 我就不用到外面去騎了 就是 我們騎車過程中 開車過程中 會遇到這種狀況 它都模擬得出來 沒錯 除了模擬實車的條件之外 它甚至可以做超越限界的條件 超越限界 是譬如說 今天你要叫它騎個200公里 然後大角度過彎 沒問題 等於說 它可以讓我們車室車手 不用去做那種 超越極限的事情 基本上 像轎車來講 還有所謂的失控修正 但是像我們機車 它一般的實測評價 還是必須要保持在限界內 就是可以在操控範圍內 了解 是 這個機器看起來應該不便宜 對不對 沒錯 那這種比較高貴的機器 摩托車胎也會用到嗎 沒錯 除了機車胎 自行車胎也會用到 自行車胎也會用到 沒錯 所以不管輪胎價錢的高低 只要進來都會去用它 是的 但是有一個關鍵 這台機器要多少錢 這台機器 它的造價大概接近 這麼貴喔 是的 這麼貴喔 沒錯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才是全台唯一一台的機台 真的假的 嗯 老實說 我沒有想說 在講個幾百萬兩 這麼貴喔 沒錯 台灣現在只有這一台 沒錯 可是這種東西不是應該大家都要有嗎 基本上 像全球的全食大輪胎廠都有 喔這 喔了解了解 對 這麼厲害喔 那我剛剛是不應該這樣不尊重它 在這邊自拍 哈哈哈 實際實際 產品厲害 我覺得這裡感覺很不舒服 顧問這裡是一個什麼 充滿惡趣味的房間 為什麼要設計成這樣子 這裡是無教室 對 聽起來有點奇怪 對 進來這邊沒有什麼雜音的感覺 詳細的話 請教你一下 哦 又是有經理這邊來講啊 今天都這樣子 我習慣了 剛剛說是 模想式嘛 是 那這個主要是做什麼功用的 它能夠透過我們牆壁跟頂部的這些細音材 對 將背景噪音降低到一般住家的一般水準 因為進來之後啊 我的感覺是這裡好安靜 很舒服 而且 這可能在影片上比較難呈現啦 但是像我這樣子 它幾乎是沒有回音的 就是都吸掉了 但是我就很好奇了 你又沒有要出唱片 你在那邊弄這個 吸音是要幹嘛 你們也沒有要表演啊 這是做什麼測試 這個是為了 為了檢測輪胎的噪音 輪胎的噪音 就是旁邊那個 在滾動那個嘛 沒錯沒錯 我們有這個跟路面很相似的ISO標準路面 還有搭配各種專業的麥克風 就是為了要在貼近真實的條件下來檢測輪胎的噪音表現 了解 所以現在底下在滾的這個就是模擬我們的柏油路 沒錯 然後去看一下這樣摩擦出來產生的噪音是多少 沒錯 這個其實很重要啊 因為啊像我們家那個老車啊 很久沒有換輪胎了 那個車開出去我都開很慢 因為我開80的時候 那輪胎的噪音加上那個風機的聲音 感覺像120 每次都會不自覺的把速度給降慢下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買輪胎是要注意的那個 就是用這個 沒錯 但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請說 你用這麼安靜 然後我看那個輪胎這樣在轉啊 嗯 這也不快 5公里10公里吧 嗯哼 那這樣子是要測什麼 它能夠再轉快一點嗎 沒問題 以我們這種模擬柏油路的路面來講 一般都會測到120 所以也是可以測到高速是不是 沒錯沒錯 但這個摩擦車就用不到了嗎 對我們一般摩擦車因為是算水那種開放的空間 了解 就比較不會用的到 沒錯 沒關係那個摩擦車測試用不到 但我用得到 因為我們有時候排便路也會希望有一個安靜一點 我看你那個 雖然看起來有點噁心齁 那種密集恐懼症啊 感覺很尖銳 可是效果嘛好 在裡面很舒服 如果我想在我家一樣弄一間這樣 大概多少錢 這間當初新建的時候大概發揮 那個 各位 以後我們影片有一些這個 蟲鳴鳥叫 大家自己冷暖一下 哈哈哈哈 這樣要不要抖 哈哈 Winu is coming 顧問 這個角色扮演連馬武士都有 這東西是哪來的 これは MATISのベトナム工場の従業員と 若い学生の共同作品 社会貢献活動として 社会人の働き方を勉強させるために このようなものを作っています 所以你們在越南場裡面是有一個這個 藝術部門 この人に聞いてください OK OK 他應該說輪胎其實就是一個工藝術 並沒有所謂的真正的藝術部門 OK 然後我們是由越南當地的同事 跟越南學校的學生一起合作 利用一些環保廢棄的輪胎 把手用手工打造而成的馬根武士 除了這個以外 他們還有別的作品嗎 我們廈門的輪胎博物館裡面 用輪胎打造12生肖 12生肖 但是我比較好奇是你後面這個 就一個NASA 我最近在看那個宇宙兄弟 對太空有興趣 這個是你們也對太空抱持的一個憧憬 所以把他弄了一部照片在那邊 不是這樣 這個是美國NASA太空總署 他所用的太空的探測車 他搭載的就是馬奇斯的輪胎 這個是我們馬奇斯是ATV的輪胎 他用一種輪胎 所以這是真實的探測車 真實的探測車 我不知道耶 所以你們現在除了在一般的公路上跑 外星球的太空也都上得去 這真的蠻厲害的 其實我一直搞不懂 就是自行車胎看起來都長很像 然後像這種都是 這種都屬於光頭的 就是沒有胎紋的 他們到底差在哪裡 其實自行車胎它有非常高深的學問在裡面 你這種公路車胎 它雖然看到都是光頭的 但是它的焦料配方不一樣 那你們的結構成的連殺密度都不一樣 它所產生的效果 它騎乘的速度 滾動阻力 都會有非常大的 滾動阻力 所以如果我這個腿力一樣 但是我用你這個低滾阻的胎 我可能速度上就可以更快 對 因為我們輪胎可能連 以小商人來講的話 起步零可能三個小時內可以完成 不要下班好嗎 對 它是瑞士的選手 叫Nino Shooter 它本身是世界的越野登山車冠軍 所以它就是 也是你們贊助的 它指定使用馬吉斯文胎 指定使用馬吉斯文胎 指定使用馬吉斯文胎 這跟贊助又是兩回事 對對對 所以這樣講起來除了 公路胎 登山車的胎 還有其他的嗎 包括說VMS 馬吉斯也是有出 而且金牌選手 今年是馬吉斯文胎 奧運 奧運今年BX的金牌 也是用你們的輪胎 沒錯 很囂張啊 剛我們看到那個馬跟武士很扯 看到世界冠軍奧運金牌的簽名 也很扯 但我發現我真的小開馬吉斯 我們最扯的應該是這個 概念胎 可以變形 選操架模式 然後還可以充電 沒有錯 這套輪胎是我們剛獲得 意大利A Design Award 的一個產品 它叫踢追者的概念胎 它本身它有非常多的Sensor 可以根據不同的路況 做輪胎型的變化 不是 我跟你講 那個概念胎應該是說 我們有一個一定的科學基礎 一定的理論 可以做為市售 那才叫概念胎 那如果這個只是想一想 這叫空想胎 不是 我們有研發團隊去創新設計的 所以它真的有可能會成真的 沒錯 目前正在規劃中的 研發中的 你認真的 認真的 所以它可能會一條賣五萬塊 台幣這樣 沒有辦法回答你這個問題 好 在這個上午呢 我們看過了實驗室 看過了測試的機台 在我們實景顧問的堅持之下 吃了一個非常漫長的午餐 終於 來到生產線了 終於 終於 我們有點太小氣了 我們剛剛走進來 在外面烏雲密布 對 走進來我有點看 工廠怎麼沒開燈 我們走到這裡面的時候 突然就開燈 你不能等客人來才開燈 不能等攝影機架起來才開燈 這樣太小氣了 這個是誤會一場 這個是當初在廠房設計的時候 就已經納入規劃的製程中了 因為我們當初是強化自然採光的部分 所以讓作業者 做業子來 外面跟裡面的亮度 不要落差太大 作業過程中更舒服 第二個 當然是節能顯碳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剛剛是剛剛好 真的因為 外面剛剛真的是 烏雲密布 有點風雲變色的感覺 對 因為變暗了 所以走進來剛好 他偵測到太暗的開燈 沒錯 真的齁 真的 而且我相信你們 除了在環保意識上 比較前衛之外 對員工福利也不錯 現在下午三點多 我感覺 你們現在是不是下午茶時間 整個廠房裡面 沒有什麼人 這跟我想像中的工廠不太一樣 這個也是誤會 因為我們工廠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導入大量自動化設備 所以我們是人員減少 但是產能不變 補充物料方面 他只要補充充足 然後依標準的作業程序去作業的話 基本上可以大幅降低出錯率 然後品質也會變好 了解 欸我不得不說啊 我會建議你們喔 你去買那個比較好的攝影機 然後就做縮時攝影 因為很療癒 我知道不能這樣很療癒 可是啊 雖然看起來很開心 但我發現跟你剛剛講的不太一樣 你剛剛說 大部分都是全自動化 可是你看剛剛那一條 它在那邊纏到 然後在那邊剪那個鋼絲 這沒有做到百分之百全自動好不好 因為機車胎它的結構特殊 但你看貼皮 為什麼它沒有辦法導入自動化 因為它的開面弧度跟轎車胎是不一樣的 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這部分都是以人工作業 然後人工作業的話 相對你看成型一條作業的CT 相對比較長 所以它所使用的物料 雖然它量少 但是它的料是比轎車胎要貴的 所以不管在物力或人力上 都是成本都是比較高的 前陣子我去換輪胎啊 我就想說 因為我們家那個老Vios 為什麼換個輪胎比我那個 就是摩托車的胎還要便宜 所以是因為它大量製造 然後人工低 才會比較便宜是不是 沒錯 還是說因為我貪小便宜買到太便宜的胎 有可能 你現在 你現在 這個項目就是我們說的抽檢嗎 對不對 沒有 這個是全檢 全檢 對 全檢 全檢是全部啊 沒錯啊每一條輪胎都全檢 如果全檢 為什麼這邊上面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沒有那麼多輪胎 全檢你應該每一條都會在上面啊 這是我們導入大量自動化的設備的優點 什麼意思 就是 因為它可以結果大量自動化 把繁瑣的檢查程序變成簡單 然後也不需要太多的人員配置 就可以達到我們全檢的一個製程 所以你現在意思是說我每一條輪胎 剛剛我們看到的汽車的重型機車 因為這是MTR嘛 對對對 那這個 這個都是全檢 沒錯 那你老實講 你老實講 我外面買那個八百塊一條那種高速胎那種 那個也有嗎 那個也是全檢啊 真的假的啦 只要是我們公司生產的輪胎都是全檢 這樣對消費者才是一種保障 你知道我第一次聽到人家關槍我回 沒有辦法反覆啊 真的蠻厲害的 整個生產履歷的部分 你看我們輪胎的外觀有一條八扣條碼 然後魚內側的部分 也有一條八扣條碼 這兩個號碼是一致的 所以外面腳煮鋼圈損毀的話 裡面的條碼也是可以插得到 然後八扣條碼是我們的生產履歷 所以整個製程的過程中 使用的機具 使用的條件 使用的材料 包含人員 都可以插得到 萬一品質真的腳出了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第一時間 找出問題點在哪裡 所以萬一比如說日後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是說 騎一騎什麼什麼 有瑕疵有故障啊 那這個其實都可以作緣回來 它到底原本製造的時候 可能出了什麼問題 對 沒錯 就是如果可能同一批的都沒事 結果你有事 那可能有人對 那不是你怎麼會 是吧 就是它可以追查吧 對 它可以追查整個生產履歷 好 所以到這邊它就是 等待包裝出貨 就是像這樣子 生產的日期 然後日期 欸欸欸欸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早上就是我在問他們說 一條輪胎生產開發大概要多久 對 那它就講了兩個關鍵字 我還很感興趣 第一個就是大概要兩年 第二個有的你要配合原廠車 你要去對應它的原廠車 所以你要聽車廠的需求 對 換言之如果我們想知道 一些新車的進度 其實最快的方式就是來輪胎廠 你知道嗎 沒錯 那以這個規格這個型號這個樣子 然後對應到品牌 應該是很帥的那一台 嗯 好沒關係 這不能講 對 沒有 你們自己那個 剛剛不知道跑去哪裡 那個事情不穩 他說今天這個機密全部大公開 大放送 然後人就不見了 好啦 我不會害你啦 反正 反正我不能說 你們可以猜 好 經過今天的參訪呢 我確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輪胎真的不是我們想像中那個 黑黑髒髒的勞力密集產業 它真的是講究科學實證 跟我們安全息息相關的 很重要的一個行業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 我就發現呢 事情顧問 一點用都沒有 不好意思 現在不好意思來不及了 現在不好意思來不及 他今天全部都說 這個交給這個人來負責 這個人來說明啊 這邊來處理 所以搞得 這是我們的翻譯Nana 他今天出發起來的時候 小三你把這個耳機帶上 他講什麼我都會幾次翻譯給你 完全沒有派上用場 其實是這樣 今天呢 你們看到的這些啊 其實跟他的工作都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呢 他之後會提供一些很重要的意見 可是呢 他的主戰場不在這裡 不然 我跟你講 身為一個輪胎的開發重要決策人員 主戰場不在實驗室 不在測試機台 不在生產線 是在員工餐廳嗎 是在別的地方 但是呢 所以他明天想要邀請你 一起去體驗看看他要工作有多麼的難 在哪裡 在ARTC ARTC 輪胎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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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